所以教会的成员都借着洗礼 而赋予天族子女的尊严 所以他们对教会扶传使命的 基局的参与被视为不可或缺 而且肯定的 大公会彻底终结了 多个世纪来的惯例 及圣职阶层试作教师 平信留事为学生的等级区分 相当多的平信主义是受到鼓励 开始一个全新的模式来反省他们的圣招 好这个就是稍微提到了 这个教会法还有 其实教会法就是从法二里面 把它表达出来的 所以在教会法里面已经出现了 可以任职 还有有权利义务 在教育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是教会宪章 这是教会法 所以教会法其实这一步是一个 用法律的形态表达教会论的一个 但是在这里还不够成熟 即使1983年教法也不够成熟 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还在讨论 就是到底它还是传统的那种协助呢 刚刚我讲的 是协助呢 还是empowerment 是委任呢 大概还在这两个层次 我们的教宗很狠 前一阵子 教廷不是出了一个新的文献 就是教廷 那我有的时候也稍微分享了 就是现在教廷部的部长 已经不一定是圣子人员 他可以是平信徒 当然现在还不会出现 不过教宗很快的就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主教部的秘书长 他派了一位修女 所以主教要见教宗或见部长 要经过谁 修女 以前是总主教 以前秘书长一定是总主教 现在是修女 就是让我们惊艳一下 其实平信徒是可以被派认的 所以他比教会法更进一步了 就是他不再是协助 也不是empowerment 我委任你 而是他派认你 当他获得这个职务 就获得所有权利 跟责任 就像本堂神父 他一生的本堂神父 他就获得所有的权利跟义务 这叫做派认 所以这个职务很清楚 而不是我委任你而已 到时候收回来 派认他就有一些保证 所以我们的平信徒 如果在这样的更多的这一个 所以我也跟这个门徒办的说 我也很期待 慢慢现在变成一个上会 变成了一个信仰小团体 更渴望看到年轻的一代 能够去更好的念书 我们希望真的教友的博士 慢慢出来 在教会里面 所以其实为教会提供更好的意见 因为他了解教会 他也知道教会的是怎么回事 所以不是人云也云 所以我们教 教友越来越多的博士 而不是教会培育他做博士 他自己可以去 自己可以去 他有这个权利 这是比较是 范儿里面的很重要的 跟同道协行有关系的一个神学基础 意思就是信仰感知 什么是信仰感知 也就是圣神会在信友 也就是洗礼的人身上 他会做工 所以我们 我们要聆听的就是 圣神在他身上 做了什么样的工程 那这个工程 跟教会有什么关系 因为启示这件事情 常常我们碰到的都是私人启示 即使法蒂玛圣武 路德圣武 大家知道 那还是私人启示 大家都知道吗 意思就是你不信 可不可以 可以 不犯罪 那圣母 无染原罪 你可不可以不信 那是公开的信力 不是私人的启示 那是公开的启示 我们已经确认 圣母无染原罪 如果你不承认 其实你就不是天主教教友 也就是信经 我们为什么每个主日都要念 不是照本宣科 我真的信吗 信经里面的 如果里面没有信的话 其实我已经不太是教友 只是1983年的教会法没有那么像以前那样的很快的就认定他叛教啊他什么样啊 因为特别是我们的这个 若王保路二世他是学伦理的 他特别提到了在2015年的那个家庭会议里面后来出的爱的喜乐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渐进律 渐进律就是我们要走上这个成圣的路 其实他是渐进的过程 他不是我们看到圣经说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好像很清楚 在那个时刻之后我就不会再犯罪了 好像我灵了喜以后就不会犯罪了 是吗 我被祝圣了以后不会犯罪了 其实罪人要走向这 所以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我们读经不是只有九个月而已 既然你开始了就要怎么样 持续下去 我们领了喜开始了就要怎么样 一辈子走到底 我们结婚开始了 一辈子到死 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的态度 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去传达 去分享 那我们也就慢慢的可以感受到 其实不是听这个神父的 听这个主教的 所以今天也不是听我李克勉的 如果这里面如果有一端 就要被修正 这样了解 大家 我们相信在大家里面 我们会找到圣神对我们说的话 这样了解 那我只是抛砖于 所以本堂神父也是什么 是激励 是带动者 他不是 我告诉你这是教会的信仰 你不这样做 你就不是教友 当然我们有原则 就是信经刚刚讲的 不没有信就不是教友 但是我们也说了 你不是那样的不是教友 你在信的过程中间 要到最后的那个完全的信 是一个历程 所以天主是慈悲的 他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们每次弥撒 开始前都要干什么 忏悔 做得不够好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意识 我们才能参加弥撒 如果觉得自己很好 可不可以参加弥撒 没有参加弥撒 在某个角度讲 这样了解 就是耶稣讲的 那一个进会堂 一个怎么样祈祷 我做了多少好事 不像别人怎么样不做 对不对 耶稣说他出去变什么 变罪人 然后那个 一直讲说 那个税吏就是垂胸垂胸 垂胸了以后出了会堂怎么样 他变义人 这是耶稣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你们自己想想看 我觉得 我们一定要对圣经要熟悉一下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面 我会更了解 所以 Conscience fidei 信有的共识 它会产生信有的共识 所以对于共义的这件事情 我们相信是可行的 就是因为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认知 这样懂意思吗 我们相信圣神会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投靠祂 这样了解吗 但是我们如果不投靠祂 我们只是人性上的表决而已 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回到信仰的本身 回到我们的洗礼 不断的反省我们自己 所以这一个神学也就慢慢的不是在课堂上的神学 所以我们的神父们学完神学就可以还回去 因为教友不会体会这些 可是共义精神很重要 因为必须回到我们的信仰的核心 好 在福音的喜乐 他把信仰的感知的教育 转变成共义性的 所以其实他已经慢慢的在铺陈 我们的教宗 其实他出了一大堆东西 其实都在铺陈 现在在做的事 你看他从2015年宣布了那个概念 那个名词出现了 其实那个名词 后来我找 其实在本都十六四就已经出现 只是没有被搬上台面 那方济阁教宗他宣布 他正式的宣布 然后接着2018年神学委员会 就写了一个神学的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就开始一步一步的 那现在采用世界主教会议 才用这一个同道学习成为主题 而且他知道一次不行 所以这同一个会议两次 花两年的时间来完成 那而且等一下你们会看到 其实不是世界主要会议就结束了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所以团体的分辨会是很重要的 所以也是耶稣说的 两三个人中间怎么样 因我的名不要忘了 不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喝酒 耶稣就来了 不是这个意思 因我的名 你要祈祷 你要因耶稣的名必然怎么样 因圣山的名 我们就共融在圣山中间 所以一起来去分辨 所以它是一个内在的态度 推动人要对话敞开 所以教宗很前 之前现在已经慢慢不讲了 之前的道理常常说 最破坏教会和谐的 就是在背后说闲话 在会议的时候不讲 会议的时候 好好好没问题 一会议后 就是事后诸葛了 哎呀如果这样的话 那个结论会更好啊 可是在会议的时候 他会要不要讲 因为他一讲以后 就会有人吗 不同的意见 会后他怎么讲 有人会反对他吗 这样的意思 可是这种讲法 是最伤什么 共融合一的 这是他一直讲的 所以我们是要对话 我们是要在会议 所以 Synadal为什么很难翻 因为他有的时候 他是会议 他就是会议 就是我们唐区牧连委会的会议 可是这个会议 不要忘了 他是一个团体性的分辨 他不是工作的分派 他是一个分辨 找到天主的地方 所以 牧委会 他为什么是Synadalty的 很好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他是在 找寻天主的旨意 我们这样子做 是不是符合天主旨意 如果是我们做做看 可是呢 什么是天主旨意 常常是靠历史 如果这群人是真的是天主推动的 怎么样 天主会成就他 这是天主的事工 绝对不是我们 有多了不起 所以我们赞美天主 不是因为成功的归于他 而是根本就是因为他 我们才成功 这是我们的信仰生命经验 所以是因为他 所以我们是一个 在内心的世界 所以信仰团体 一定要有灵修的原因 也必然在这里 我们不可能只是工作工作 服务服务 当然我们也说了 服务就是祈祷 没有问题 只要你的服务是祈祷的话 它不会有问题 可是我们多少的服务里面 没有祈祷 所以耶稣跟马尔大所讲的 不是他服务不对 而是当他的服务 不祈祷 让人不祈祷 让那个祈祷的人不祈祷 那是不行的 所以那个跟天主对话 是一个很重要 为我们生命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服务 也是要跟耶稣对话 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我 被别人说 我是有爱心的人 那是我个人的成就 其实这一切都回到 我们是要跟他共融的 所以我们参加弥撒 才会有意义 而不是完成了 拜拜 好像一件工作完结了 不是跟亲密的朋友 跟我们的生命的根源相遇 多么的难得 多么的珍惜 所以他把共益这个东西 单纯的神学 版成牧林的实践 所以共益并非是表面团体性的 核心的教会结构 彰显了共能的可行性 教会的弟兄姐妹 并肩同行 所有的受习的 都以个人的方式 参与贡献几利 所以每一个人 都要认真的反省 耶稣为什么召唤 我这个唯一的人 我在教会里 没有我 教会会不会垮 不会 可是 为什么要有我 我必须贡献 我应有的力量 也教会因为 有了我们的贡献 耶稣被人看见 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信赖 这群背叛他的门徒们 因为他知道 只要门徒被他的慈悲 感动了 这些门徒会跟他做一样的事 这是我们的福传 我们就跟着他背着十字架 不是一个苦行生 而是我们被他的慈悲感动 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经验 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 这是多少圣人们 跟我们传递的信仰生命经验 是他先爱了我们 所以他要我去做些什么事 那这件事情 不一定是大家的事 所以叫做私人 什么 启示 是天主为你的启示 但是有的时候 他会周遭的人 某些人是有意的 想到这些 可是他不能用教会的名义去发表 但是愿意 对他有意的 那很好 那没有意的 那你就去找 对你有意的 所以教会的圣人 好多好多样 所以教宗讲了 公益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圣统治的最充分的解释的架构 公益性的这个是整体的天主子民 所以是整体的天主子民 圣职人员跟平信徒一起合作的义务 经过这样的一个咨询 他在发言 他不是成立一个平信徒议会制度 因为主教团的权力不取决于信众通过选举授权的 而是圣神赋予教会的一个独特的神恩出现 所以充分使用教会已有的资源和结构 所以牧委会跟经委会是教会既有的结构 虽然在我们台湾来讲它不是既有的 但是为我们普世教会来讲是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转变成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你们的章程基本上 我没有太大的意见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个就是你们主教批准就好 那重要的是这个特征 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对同道协行 还不是我们主教们还没有那么深的共识 但是在全国的福传委员会的时候 其实就有了新的进展 所以可以看到这一两年 其实我们整个的主教的变化 其实是蛮多的 因为教会也在这一两年变化很多 教会不是教宗 而是我们发现教宗在呼唤一个圣神的声音 对我们整个教会 应该是这么讲 所以我们要在祈祷中间再去肯定 所以那个灵修交谈的方式 其实它把一个在我们做一个决议的过程中间 里面放入了好多的祈祷 所以祈祷是一个很重要 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走出去的态度 那这个走出去的态度 它是要回来传教的使命 其实就从一开始讲的 它是让人参与 也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来的目的 为什么要建设教会的目的 就是让人来参与他圣山的生命 与他共融 所以这一个的整个的东西 其实是我们牧林福传委会要转变的东西 这才是我们要转变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吗 所以新竹教区名字是一样的 它说不用转变其实是错的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不够 我们都要努力都要去转变 其实转变的就是这个 怎么样让他变得能够达到 这样的一个特征 好 经济委员会 那牧林委员会是协助做计划 执行牧林工作及筹款 其实执行牧林工作 意味着什么是花钱的单位 所以这个找钱花钱都是牧委会 所以他有创意的福传 他也必须要富其什么财务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经委会要负责募款 不是 经委会其实它是管理财务 他是把关监督资金的运作 有没有符合教会跟政府 在会计的原则原理下 所以财团法人的运作 他要一致性 这个是经委会 所以他是非常硬的一个单位 他是一个监督 也就是这个钱能不能支出 因为有牧林计划 他就可以支出 如果没有牧林计划 他就要开牧委会 通过要支出这笔钱 经委会才能支出 这样的意思吗 他不是 然后他没钱了 谁要去找钱 牧委会找钱 不是他找钱 这样的意思吗 所以他不需要太多人 可是他需要跟这些人怎么样 不要有经济关系 就像教区的财务长 是不能跟主教有三等经关系 所以换句话说 他要有怎么样 有一个中立比较对于 所以这个钱 没有经过大家同意的钱 所以有人认为说 本堂神父是这个主任 所以他要花什么钱都可以花 错错错错大错特殊 他的任务就是 哪一个天花老子来 连主教来都不能要钱 除非怎么样 有会议的批准 有一个流程 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流程 他才能够让钱怎么样 出去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他是一个监督的角色 他不一样 所以可是因为在主教团开会的时候 大家一直觉得好像他要需要沟通 了解啊 钱 找钱花钱都在这里 沟通在这里好好沟通就好 他是管财务 这个事情坏了 东西坏了 要报销也是一样 都要有个程序 教区都会定好 一个财团法人都会定 这些程序 那他就是监督 牧委会有没有总务 有没有按照这个程序去执行 当然就很啰嗦很难 所以刚开始哀嚎遍野 这是很正常 但是做久了以后就习惯 所以教会的诚信 关乎牧林计划的成功跟失败 所以当你做得小的时候 没人管你 可是你做大的时候 你绝对要清清楚楚的账 否则别人只要一点的破 整个就完了 所以功亏一篑 所以从小就开始做好这个习惯 很重要 好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要能够达到共益 是需要一个分辨 进化革新的过程 所以他是不论在思维的方式 祈祷或行为上实际的转变 所以我们转变的是这些 若无彼此接纳为目标的日新月一的悔改 共荣的外在结构 远之大共会议的主教共益的穿过 所以才能被实现 否则的话 他还是属于主教的跟我没关系 好 那教宗并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所以要问教宗同道前行到底是什么目的 问不到 所以他不会回答你 所以他也不会回答是跟不是 是我们都要用祈祷灵修的经验 在对话中协商中 如此多的人性的脆悦痛苦 听不懂 这个做不好 好像不太对 我们就这样子一步步的努力 往前走 然后去分享这些经验 然后往前走 这个 好 所以呢 其实这是我们 这第三千年教会要做的事 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要录 教宗讲的 这是一个 那这一些的事情 跟我们外在的一些事情 都会相关的 因为我们关心我们周遭的人 因为天主爱所有的人 我们的弥撒是为所有人祈祷 不是只有我们在场的人 好 所以让我们的心 也跟主的心一样 让他来转变我们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